中超第十六轮,天津全舰主场一比二输给河南建业,积21分与兄弟天津泰达,一起并列积分榜第八,积分榜第四是谁,广州恒大,30分。 你觉得,今年全舰还有希望冲击亚冠资格吗?连排名第五的江苏苏宁都让人捏着一把汗,更慌论全舰了,据足球报记者鲁密在微博上写道,刚收到消息,维特赛尔会在今天飞往瑞士与多特蒙德会合,等了这么久,等来一次爽约,个人感觉不太地道。 在此前的采访中,天津全舰老总数欲挥讲,维特赛尔将在八月五日归队,现在已经六日了,由此可见,维特赛尔不会归来了。 说实话,维特赛尔与多特蒙德不太地道,在中超转会窗口关闭之后进行交易,无疑让天津全舰遭受莫大的损失。 真正的危机在哪里呢?即使维特赛尔归来,在中超赛场上,天津全舰想要进军前四,也是困难重重。 所以,在中超只能上三万元的当下,维特赛尔的离去影响不大,真正受影响的,是亚冠赛场。 8月28日,天津全舰将客场挑战路倒路角,开启亚冠八强战之旅,中超球队对日韩球队,优势在哪? 自然在外援上,上四万元的情况下,很多中超球队的实力才能比肩日韩球队,一旦少了一个,会怎么样呢? 看看今年的上海参花不就知道了,天津全舰想要在亚冠中继续创造奇迹,恐怕已经不现实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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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